今天的FashionTour单元呢 我们要谈的主题是荷叶风潮 它是以大波浪还有爆炸性的 这个荷叶方法来做一个使用 跟运用的部分 像Givenchy 我们看到Givenchy 今年呢 他竟然应用了婴儿蓝 来做一个主题的这个规划 所以它的波浪会变得更与众不同 除了G.凡西之外 另外一个最近非常受到注目的品牌 就是Blanciaga 之前的设计师Nikolas 他最后一季当然不能错过了 他把荷叶边全是的淋漓尽致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很多的袖口的地方 或者是腰下剪裁的地方 都用了大幅度的荷叶边 就会让女人的整个腰线 变得非常非常的立体 然后再利用高开叉的方式 每个女生出场的时候 都好像在跳佛朗明格舞 一样的美丽 像日本的时尚教母 川九宝林 他特别喜欢运用破坏 重组和解构的一些创意 把它做一种拼接组合 大家如果仔细看 川九宝林的服装 会发现 看起来它的解构主义蛮强烈的 但仔细一看 居然里面好多的荷叶 也隐藏在整个西装背心 或者是洋装的look里面 所以今年春天夏天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荷叶边 你会发现到 跟去年的秋冬那种很大很阔气 很华丽的荷叶边不同 都比较女人 比较柔美 特别是这几个品牌 过去我们都觉得它非常有个性的 它今年也走得非常非常女人味 所以你喜欢女人味吗 那今年的荷叶风草 绝对不能错过